那边有沉沙池有排红的地方 上面有一段那边也不能盖 那边下大雨的话水会下来 只有这一段可以把它盖起来可以 画面现场是位于金湖里的成功路五段45项 当地里长邱金坡向市议员吴市政反映 靠山坡的这一侧希望其中有一段能规划出停车位 避免停车乱象困扰居民 议员吴市政也邀请各单位到现场进行会刊与讨论 就是这边的里民反映 因为常常这边没有画红线没有画格子 晚上半夜那个警报去想 也不是找不到人也不晓得怎么找 就是已经停很久了 不但银展观瞻 而且晚上吵到我们附近邻居 有时候半夜想的话一直想到天亮 真的是很安宁 所以还是把它 拜托议员把那个勾盖做得好 车子隔子化好 来收费 有个提高周转率 而且比较好管理 大家都好 里民也很高兴 因为他们这边这一排受这个问题困扰很久 很多地方大家都希望说你有停车隔断不要收费 但是他们这里希望停车隔还是要收费 才会好管理 对好管理啦 你现在勾盖 那现在里长想要做成那个水泥勾盖 那你们水利处没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吗 所以它八米道路涵水沟 对涵水沟 所以它水沟都把它变成道路 对 道路 装个水沟 那个是道路啦 八米 八米涵水沟 它那个都市计划图上面是写八米道路 所以是涵水沟 好那个今天的结论 第一点经现场会刊 路旁排水沟 经查证为道路用地 八米道路用地 水沟盖属新宫处全管 另行由无缘办公室召集会刊 我在找新宫处来做 第二点 水利处代表表示 如欲将榨板改为水泥柱面 水利处并无意见 OK 好 有没有要补充的 那个 停管可能下一次再 下一次再 下一次再来表达意见就好了 对 所以 所以政府做了这个 很深的这个排鸿沟 那 我们今天跟你长来这边 就是希望说 因为 这边的确有停车的需求 停车的需求 那 但是这个榨板呢 会震动很吵 所以如果 既然有停车需求 那又是道路用地 应该可以把它改成 水泥铺 水泥铺面的这个水沟盖 让这个车子可以停在上面 那这是我们的想法 那 这个 排鸿 排鸿是可以看到那边是比较 比较低矮的地方 水会从那边出来 那并 据里长多年的观察 并不会从这个地方 可能后面比较浅 所以它不会从那边溢过来 不影响排鸿 对 不影响排鸿的前提之下 那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这个里长 想要帮大家争取好一点的停车隔位 能不能可行 那今天确认的就是 炸板的宽度也是道路的一部分 那道路是归新宫处管 那水沟下面的结构体是水利处管 所以今天水利处来说 如果我们要做上面的盖子 要改它没有意见 那所以下一次就把这个道路主管机关请来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做成铺面 对 这个里长帮助争取权益 那兼顾防洪 兼顾停车 看能不能两全其美 里长也感谢议员亲自到场会刊 关心区里大小事 协助解决停车问题 虽然这个是小小的事情 对我们里内对里民是一个大事 因为这不仅是说 关心到他们的景观 因为有时候有车子放久了 会好像看起来好像影响四龙 因为好像飞机车 看起来好像影响四龙 所以不仅可以 不仅影响占官 而且会改变四龙 而且停车需求 又有周转率 有很多的好处 所以还是议员来帮忙 这样会比较好 我们都是选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选民有什么需求 我们当然要尽量的去服务 对 那对 这我们的做事风格 我们是做事的 虽然我以前也是记者 但是我觉得讲太多还不如多做一点 所以我的标语就是政治就是要做正事 要做事 对那选民才会有感觉 选你有选对 有出来服务这样子 透过议员与里长的相互配合 协调沟通市政府能够针对民众的需求 来进行规划改善 以进一步提升当地的生活品质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还是提升的 我们下出的傷疗 儿子也要解脱하기 让这种椅子 就在一起 说中会通过 为天涯累的 这种椅子 您能够针这种椅子